我的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新的衣服穿戴在身上变成旧的 香花放在手上也变成丑的 这就是两舌的果报 挑拨他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离间的音 眷属不和睦的人 则为过去有照下两舌离间之音 过去有两舌的人 就不会得遇正直正见的善知识 所以一定要方怨不了舌 深深事事碰到具有正见的善知识 讲的话都是真理 不会伤害我们的毁灭 一个人永远不说人是非 并会用各种方法劝导在吵架批评的人 则将来做人的时候 就会成为一个尊贵的领导人 并且眷属 家庭都不会被遗见破坏 一个道场或一个团体的聚会 如果都不谈佛法 只谈世间的是非对错 那是最可怜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希望家庭 道场都没有两舌离间语 那自己就要发愿 修大乘经典发菩提心 断除两舌 并将此功德回向众生 就能远离两舌离间语 一舌离间语 当你痛苦的时候 别人就会离开你 使你产生孤独 所以要去反省自己的夜报 从夜音断除改正 用自己的想法做事 永远是肤浅的 用佛的方法 用佛的方法思想来看事情 那才是圆满的 看到不好的事情 我们要失与同情 而不是打击 也不要因个人的恩怨 而故意去伤害别人 感谢观看 念经 诵经 持咒 弘扬佛法都要利用到嘴巴 为了让众生离苦 不是佛法或对众生没有利益的话 不要用嘴巴讲出来 我们佛教徒嘴巴要讲佛法的话 不然就保持神圣的承诺 对自己 对别人 对团体都有帮助 讲是非 心就会散乱 诸事无法承办 所以古人言 宁动千江水 莫乱道人心 一个稻场 大家都守戒律 就有福报 修行人 忧道不忧平 道心中 自有一时 看见别人在念佛 拜佛等善行 我们要在心中升起当愿众生 剥离无海 得生净土的心 来随喜功德 拜佛 是心在拜佛 用我们的心观想 离尽诸佛供养 这是佛法很特殊的部分 要用你的内心去观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行的动力来自于慈悲 佛教最殊胜的地方在于悲至双运 十件六波罗蜜就是悲至双运 修行除了有信仰 还要有一个空性的智慧和大悲心的修行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感谢iba 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悲心是无穷的 我们一睡醒就要修慈悲心 身体走到哪里 慈悲就散发到哪里 要不断和众生逛街善愿 一般人还是仅于一个有范围的慈悲内 虽然养狗却拿牛肉罐头为他 在世间的慈善立场 这并无不可 但却是不了解缘起信空的大慈大悲 我能够离开 离开了三法印 离开了三法印做基本 就会造成执着 意执着 就看不出真相 失去了政治证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身为一个佛教徒 要了解 并随时一年三法医 你亦执着爱情的快乐 或身体的健康 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痛苦 因为你不了解他的真相 他的真相是无常 苦无我 知道这个身体是随时变化无常痛苦的 拿来做感官的享受 那是没有意义的 如何将它善用在更好的价值上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身体来修行 世间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唯有佛法的修持 才是对这个世间有帮助 怀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智业 至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祭品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 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贵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 5005-9824 5005-9824 护民淮海教育基金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二 prayed 中文姓 不计前嫌的老狗 在一个城镇的路边 有栋两层楼房子 这是老罗的家 老罗在一楼 开了间小商店 每天 他都会带着他那只 养了多年的老狗 一起做生意 过几天我会进几瓶好酒 到时候你可要来买瓶尝尝啊 那是一定的 保罗 这只狗的年纪不小了 还记得多年前 它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 就来陪你一起看店了 是啊 有这只狗的时候 我的儿子才二十几岁 现在我都要当爷爷了 什么 你要当爷爷了 是啊 我媳妇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哎呀 那可要恭喜你了 再过几个月 你就能抱孙子了 然而老罗的媳妇 非常讨厌狗 尤其对老罗养的这只老狗 更是讨厌到了极点 爸 这只狗怎么又跑进家里了 这里是他的家呀 他从小就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 已经习惯了 我现在可是怀孕啊 医生交代说 我不能太靠近狗 这样会对胎儿不好的 爸 为了你的孙子 以后就别再让他进来了 多多 对不起了 看来你以后只能睡在门口了 为了即将到来的孙子 老罗只好在商店门口 给老狗搭了个零食的狗窝 让他睡在外面 哎呀 老罗 你怎么舍得让你的这只宝贝狗 跑到外面睡呀 哎 我也没办法呀 媳妇怀孕了 说不能和狗距离太近 所以只能委屈他一下了 几个月后 老罗的媳妇生下了一个男孩 媳妇以狗身上有细菌 对孩子不好为借口 依旧不让老狗进到家里 亲爱小宝贝 叫妈妈 拜托老婆 小孩才一个多月而已 哪能说话呀 你看 他这不是在学着教吗 我的宝贝是最聪明的 多多 对不起啊 我媳妇说你身上有细菌 会传给我的孙子 看来 你还要在外面住一段时间了 过没多久 老罗突然得了重病 住进医院 没有了老罗的庇护 这只老狗经常遭到媳妇的毒打 儿子 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 爸 医生都说了 你这病不能急 还要再多观察几天 唉 我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 也不知道多多他怎么样了 爸 你就别担心 你就别担心多多了 我老婆会好好照顾他的 你这只脏兮兮的狗 还不给我滚远一点 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啊 他再这样打下去 这只狗会死掉的 不行 要赶快阻止他 年轻人 别过去 没用的 我们都曾去劝阻过 可是我们越劝 他就打得越凶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只狗是做了什么事情吗 要不然 怎么会被打得这么凄惨啊 这只老狗很怪 怎么会做错事 他只不过是想见自己的主人 忍不住叫了两声 就遭到老罗的媳妇一阵毒打 是啊 老罗的媳妇非常讨厌这只老狗 说什么这只狗的叫声 吓到他的孩子了 哎 这只狗也太可怜了 年纪这么大了 哪还能承受这般虐待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 快给我滚 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都那样打他了 他怎么还跑回去啊 我想 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开 是因为 他想等他的主人回来吧 是啊 他每天都看着路口 他是在等老罗啊 这天傍晚 老罗的媳妇 见孩子在床上熟睡 他便急着出门去买菜 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小林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 要去哪里呀 我今天忘记买晚上要煮的菜 我老公就快要回来了 我要赶快去市场买点菜 那你的儿子 那你的儿子呢 他在房间里睡觉呢 没关系的 我马上就回来了 瓦斯鲁的火 被喷出来水给熄灭了 散发出大量一氧化碳气体 而房间里的门窗 是紧闭的 这样一来 屋子里的小婴儿 就会一氧化碳中毒 你这只可恶的狗 竟然趁我不在家 跑进屋子里咬我的孩子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才怪 打死你 打死你 老狗被打得奄奄一喜 媳妇见他倒在路上 一动也不动后 才抱着孩子走进家里 讨厌的狗 你死了算了 哎呀 好浓的瓦斯味 糟糕 我都忘记炉子上 还烧着开水了 如果我的孩子 一直待在屋子里 就会一氧化碳中毒 难道是那只老狗 浑到了瓦斯味 才把我的孩子 带出了房间 莫非是那只老狗 救了我的孩子 那只狗呢 它伤得那么重 会跑到哪里去呢 老狗拖着全身 瓦斯伤的身体 来到了医院 此时天已经黑了 它也没有力气再走了 这好像是嘟嘟的叫声 对 是它的叫声 嘟嘟来了 爸 这可是医院 怎么可能让狗跑进来 你一定是听错了 不 我听得出来 这是嘟嘟的叫声 快 快扶我下去看看 儿子没有办法 只好搀扶着父亲 逗楼下 哎呀 多多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 狗狗这般不计前嫌 真心待人的赤子之心 是我们人类远不能及的 人类有时候 真的应该 好好向他们学习 多多对不起 我做错了 请你原谅我 真的对不起啊 我做错了 主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